好 等一下就開 可能嗎 一開始的話,我們有先倒那個果糖進去 果糖進去之後,你要按那個連續停止 先讓裡面的空氣排出來 按了差不多五秒鐘之後 它會讓它果糖 流出來如果很順的話就差不多可以停止了 過來現在是要測那個果糖的那個濃稠度 就是要進去P3 P3的話就是 從設定間這裡 長按五秒 它會跳一個P1出來 過來再按 一樣 長按五秒 P2 P2這個是濃稠度 正常的話 我們就按那個連續停止 它會偵測了六次 六次之後它會出現一個素質出來 出現這個素質之後 我們按那個儲存 儲存現在是果糖的濃稠度 這樣就設定完成 阿現在我們看一下 我們設定的這些數字 我們現在設去那個看有沒有準 準度有沒有正確 我們這個是50CC 大約我們先看一下有沒有出來 這邊是50之後看一下 現在是45而已 就表示我們現在是要多一點 多一點的話就是要P1那邊往下 多的話數值就要往下減 一樣設定鍵這裡長按五秒 P1這個是總流量 就是全部的那個下去校正就對了 我們剛剛是45 正常要往要多的話就是數值要減少 跳一下 一樣 設定鍵按五秒 P1 P1 腳裝 我們現在把它往下減 減到110左右 一樣按儲存 過來 一樣在50CC 現在差不多47 48左右 這樣還有一點點誤差 一樣 過來校正的話 還是一樣從P1那邊 你要往 你要多的話 就是P1那個數值要減少 一樣設定鍵長按五秒 我們把它設定到100好了 一樣獨存 一樣50CC 出來之後 差不多都是50CC 哦 做一哭 hm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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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